- 重要人物叛逃美国 中共受致命打击 - 北京夺命大火 引爆模糊 - 谈点中共官场 荒唐搞笑精彩片段 - 据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人陈破空介绍 - 最近外泄的美国国防机密文件内容很多 - 其中就包括中共于今年2月秘密试射了东风27极音速高超飞弹的情报 - 由于中共对东风27飞弹的研发进程晦莫如深 - 外界并不知晓 - 但关于东风27飞弹的关键技术和数据却被美国悉数掌握 - 外界对此非常压抑 - 据情报显示 - 中共东风27是东风17和东风26的一个综合升级版本 - 东风17是高超音速的中程导弹 - 号称航母杀手 - 但在滑翔技术方面有障碍 - 之后中共又开发了能在空中飞翔时变轨的东风26 - 中共结合了这两种技术 - 既保留了东风17的长程射击技术 - 又吸取了东风26的变轨技术 - 最后研发出了极音速导弹东风27 - 中共在2月份时蓄射东风27 - 导弹发射飞翔了12分钟 - 行程达2100公里 - 超快的攻击速度可突破美国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基地 - 因为东风27的急速和空中变轨俯冲 - 使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不能及时抵挡防御 - 因此东风27对美国威胁极大 - 但被中共视为珍宝的东风27技术 - 如今却被美国掌握了 - 这么机密的军事秘密是怎么被美国获得的呢 - 据多方消息来源解释 - 主要原因就是共军中有一名关键工程师叛逃美国了 - 这名中共军方人物是研发极音速导弹东风27的重要技术人员 - 不到40岁 - 被研发导弹他付出了汉脑功劳 - 但他的成就却被归功于领导和团队 - 政绩属于领导 荣耀属于团队 - 他自己觉得非常憋屈 - 心生不满而决意叛逃 - 最后他成功叛逃到了美国 - 这名工程师为美国提供了东风17、26、27重要的参数 - 使美国掌握了中共东风极音速导弹的完整技术 - 中共一直认为 - 在极音速导弹研发方面 - 它们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- 甚至超过了美国 - 中共军方最喜欢炫耀的就是东风极速导弹 - 它们认为 - 东风27可以威慑到美国的航母 - 牵制住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部署 - 为中共计划入侵台湾增加成功的几率 - 这名工程师的叛逃 - 对美国来说就是一次重大的收获 - 对中共当局来说则是致命打击 - 陈破空分析称 - 除了东风27急速导弹外 - 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有其他重要因素 - 如其他高科技武器和信息技术的运用 - 还有国际社会盟友国家的支持等 - 这些方面中共都处于劣势 - 最近韩国总统尹新月也公开表示 - 会和日本站在一起支持台湾 - 中共一旦开战 - 将会四面受提 - 而中共引引为傲的东风27急速导弹技术 - 如今已被美国掌握 - 美军也会据此进行反制 - 中共攻打台湾的计划恐怕没戏了 - 据中共央视新闻报道 - 当地时间18日中午时分 - 北京市丰台区长峰医院住院大楼发生火灾 - 据官方通报 - 截至19日共29人死亡 - 其中26人为住院患者 - 事发后 - 中共官方第一时间低调处理 - 封锁消息 - 删除现场照片和视频 - 延后通报 - 不上热搜 - 许多家属直到看到新闻后 - 才得知失火的消息 - 立刻赶到医院 - 但他们却找不到亲人 - 找人还要登记患者姓名 - 逐级上报才能告知 - 对此 - 大陆网民愤怒表示 - 死了那么多人 - 却上不了热门话题榜 - 压热搜 - 压消息水平 - 世界一流 - 还有人说 - 如此重大事故 - 竟然悄然无声 - 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媒体死掉了 - 还是其他什么情况 - 已知出现了如此长时间的 - 一段空白期 - 重大事故发生后九个小时无动静 -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 - 中共对舆论管控 - 只报喜不报忧 - 营造一种太平盛事 -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是很愚蠢 - 因为它越这么掩盖 - 其实会产生一个根本的问题 - 这个政府失去了公信力 - 也没有人相信你 - CNN报道指 - 这是北京近年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- 一场火灾夺走了29条人命 - 究竟起火原因为何 - 医院恐怕要好好对外说清楚 - 给病患家属一个交代 - 事发后 - 北京市消防总队副队长赵阳 - 在记者会上介绍火灾原因调查情况 - 指出部判断是 - 医院内部改造施工作业过程中 - 产生的火花 - 引燃现场可燃涂料的挥发物所致 - 但官方这番言论 - 被指是对安全常识的挑战 - 众所周知 - 医院住院部是病人休息康复的地方 - 最需要保持安静 - 为什么常温医院的住院部 - 可以一边正常运营 - 一边搞装修 - 难道就没有患者家属投诉 - 如果有投诉 - 为什么没有整改 - 任何人都明白的 - 安全常识 - 电焊等带火花的施工作业 - 具有极高的火灾风险 - 实施前 - 是不是要清理现场 - 疏散人群 - 且在医院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 - 一边营业 - 一边搞装修 - 施工电焊作业 - 是谁批准的 - 哪个单位在监管 - 既然是责任事故 - 为何没抓长丰医院老板 - 长丰医院火灾 - 初步被定性为责任事故 - 公安机关已经刑居了 - 北京长丰医院院长 - 王柏林 - 施工公司负责人 - 王柏丰 - 现场施工人员 - 城堡军等12人 - 看起来官方反映高效 - 但仔细看名单可发现 - 官方抓的全是干活执行者 - 真正有权拍板 - 和最终授业的人一个都没有 - 长丰医院是上纸公司 - 在上海 - 广州 - 成都等多个一二线城市 - 布局医院门诊 - 每家医院的院长 - 说白了就是个高级打工人 - 北京丰台的 - 这家长丰医院 - 要进行装修 - 可能院长在选择施工单位的事情上 - 会有点发言权 - 但要不要为了保障安全 - 在装修施工时间 - 把一栋住院楼腾空出来 - 显然不是他能决定的 - 如果整个集团公司 - 在管理层面 - 把利润和效率 - 置于患者安全之上 - 那么留给一家分院院长的 - 就不存在真正的选择 - 因此 - 真要追究事故责任 - 应该去问问长丰医院背后 - 真正可以拍板的人 - 以及其背后支撑他 - 在全国扩张的神秘人 - 不管怎样 - 如今北京长丰医院 - 大火事故已经发生 - 希望这个盖子 - 能被这场惨痛的火灾揭开 - 2023年开年至今 - 据中纪委官网的通报统计 - 至少有17名中管干部被查 - 至少百余名审管干部被查 - 这里讲几个 - 中共官员几则可笑的新闻 - 大家放松一下 - 从中可以看出 - 中共官场有多么荒唐腐烂 - 4月19日 - 中纪委网站披露 - 云南广南县原常务副县长 - 高燕文腐败案细节 - 高燕文视下属为自家仆人 - 在高燕文担任 - 秋北县教育局长期间 - 县教育局原记财股长王卯 - 安检马后为他服务 - 从为其家庭煮早点 - 到其家中请客吃饭 - 王卯都负责买菜做饭 - 前后奔忙 - 饭做好后 - 高燕文就要求王卯离开 - 王卯稍有不满 - 高燕文便会大声喝斥 - 高燕文落马后 - 王卯说 - 现在他是接下囚了 - 我也不用怕他了 - 我知道的他贪污的事 - 全给揭发出来 - 山东新泰 - 学习陕西省华信境内 - 秦岭山体的绿化办法 - 为了应付环保检查 - 企业把开采出来的食材 - 涂上了绿漆 - 使被毁后的山体 - 达到绿化效果 - 后来又贪官落马后 - 才将此事报出来 - 这种生态绿化技术 - 并不新鲜 - 早已被当作 - 国内最先进的经验推广 - 早在多年前 - 深圳沙井镇 - 芙蓉北山采石场 - 就已经把秃头山 - 涂上绿漆 - 当地政府声称是 - 错误理解了上级部门的要求 - 以为可以用刷漆 - 来搞快速的临时绿化 - 达到负绿效果 - 云南复民县农林区心领神会 - 经深圳沙井镇之后 - 委托十多名工人将该县老鼠山上 - 已关停的采石场中 - 一面巨大的落露山体 - 喷涂成绿色 - 该面子工程花费了四十多万元 - 中共要求官员党内公开财产 - 要求官员登记非婚生子情况 - 但至今一个也没有公开 - 倒是官员们叫二奶 - 小三们带着已长大的婚外子女 - 赶紧移民 - 纷纷把钱财转到国外银行 - 党金党魁老大 - 在一次会议上 - 把法律规定的 - 赡养老人读成瞻养老人 - 不知是秘书写错了 - 还是他看错了 - 大陆咬文嚼四编辑部 - 曾经公布年度十大语文差错 - 其中 - 北大校长被列为十大语文差错之一 - 2018年5月4日北大校庆 - 校长林建华致辞时频繁读错字 - 将红胡志读成红浩志 - 将深深学子读成晶晶学子 - 北大校长如此水平 - 央视出现类似的低级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- 安徽举行了2018博州国际马拉松比赛 - 当时央视体育频道主播 - 把博州读成了豪州 - 博州网民无奈调侃道 - 看来博州的知名度还需要提升 - 为了照顾央视的面子 - 咱改成豪州吧